謝偉俊議員 但是今天他講的這個題目 是什麼他都沒有搞清楚 他說經常想知道多些關於專業的事情 關於怎樣做大律師 轉做律師 關於很多什麼民生無小事 通通是廢話 主席 我的確是我們有耐性 喜歡聽人講話的人 不過有時候聽到廢話多 真的令到人都會瘋的 而過往我二十三 除了羅惠國議員 開始講的時候 有些是按回事實講之外 全部都是廢話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這是一個很無斷很牙刺的講法 但是假如大家要知道 下今我們講的什麼呢 主席 我們講的只是 一條這樣的公告 164 裡面我數過 連錄點符號連上的數字 都是只有56個spacing的格子 讀出來都很簡單說 現在根據2017年實習律師修訂規則 2017年第104號法律公告 第一條 指定2018年1月8日 為該規則開始實施的日期 food stop 56個位置 今天用了我們二十幾位議員 每人十幾分鐘 就講了這麼久 講什麼呢 我們根本現在完全不是說 大律師轉律師 要什麼五年的期間 有些期間要申請的話 又會有什麼手續 或者有什麼資格 要申報什麼 要審批什麼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更加不是說大律師 和律師之間的質疑有什麼不同 做些什麼 對於香港有什麼民生無小事 完全跟民生無事 沒有關係 我真是很佩服 我們的同事 可以將一粒米 去微挑 我以前用個例子 說 那些人如果是審議 那個預算案的時候 作條去洗 等於好像一粒米去洗 表面上就說洗米 但是絕對所有家庭主婦都知道 洗米不會一粒去捏 去洗才叫做洗米 洗米就是這樣搞兩搞 沒有什麼浮上面的東西 就倒了些水 第三次做就洗完了 但是這次他們不單是洗米 只是在微挑一些米 去登峰燥極的境界 他們的拉布 只要把這個日期 拿來講這麼久 大家知道在講什麼 可以說我某種程度是中計 因為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去講 但是我實在不忍心 看到我們的會議記錄裡面 是二十多塊元 講一些是跟那個標的完全無關 紀錄在案 市民聽到以為他們 真的很關心大律師律師 很關心香港法律制度 很關心我們的專業資格 很關心我們怎樣轉 那時候要更加穩陣 控制所有律師 不要有什麼出錯 大哥 你們講了什麼 日期而已 什麼時候可以實施日期 關市民什麼事幹 根本所有事都是律師會自己本身 所有律師如果是由大律師資格轉的 你說得對 我也是唯一一位議員 在本會是真的經歷過這些程序 很簡單的 因為 不是說五年又不公道 兩年又對比 完全不是那回事 純粹是說 如果你做足夠的年齡的大律師 你可以無需重新再做律師的實習律師 就可以直接去轉做律師的意思 當然我當年做了八年大律師之後 的確是無需再重新做實施律師 就可以馬上申請做律師了 但是當然這個過程 首先要再補充自己 就是自己不做大律師了 也不是貶職 也不是降級 我仍然都是這樣 有這麼多料有這麼多料 沒有這麼多料就沒有這麼多料了 都是外人一個 但是只不過我覺得 大律師是太狹窄 整天才打官司 抽情人 不能夠為未來著想 不能夠可以和當事人親戚 可以感同身受 很抽離地上庭的時候 批評對方的錯 批評自己客戶的錯 我覺得是時候要轉一轉 這個態度上 對我來說 我看救大律師的這種態度 我希望可以做律師 可以是建設性多些 是這麼簡單的 主席 這次的策息 如我剛才所講 只是關乎一個日期 而緣起什麼呢 緣起因為律師會認為 是時候需要將 作為轉職的時候 所關於大律師的背景紀錄 更加清楚 問多一點點 問他有沒有大律師進行的 給你聆訊 是用五種不同的角度 問同一件事 就是說究竟有沒有 是值得大律師會關注 是不應該馬上 批評這個豁免之前 問清楚一點點 而大律師是需要 新的大律師是需要 用一個宣誓形式 講清楚某些事幹 都是那件事而已 而這些情況 根本一早 大家都完全不關注 因為LN164這個文件 講這些事實 LN1042017 基本上 就是這麼簡單 而實際上 由於他們在 2017年的5月26日刊憲 沒有人有要求修訂案 而所謂negative affecting 一個負面的審議 的期限已經在2017年的6月28日過了 意思就是說 畢業28日之後 是沒有任何可以改變到的東西 唯一現在的文件 關乎就是 其後的一個文件 就是說 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這樣解釋 而現在由於LN164 就說 我們將會在 2018年的1月8日 開始實施 這麼簡單 我們講的都是一個日期 實施日期 就爭論了那麼久 講那麼多廢話 是唯一關心的就是 律師會的會長 出了一個公告 由於我們以往的規制很嚴謹的 這些律師會內部的事都需要看獻 現在就是看獻通知大家 我們正式來了 開始這樣解釋 主席 你們在說什麼 你們如果乾脆 好像 鄺鎮議員那樣 我是說廢話 我也不想的 都還可以笑一下 這傻子挺有趣的 或者好像李國倫議員那樣 我收回 對不起 郭主席 我還是這麼說 我收回 不用再說 我知道了 他不是傻子 起碼 在我眼中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在市民眼中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他不是傻子 OK 或者好像李國倫議員那樣 明明是拉布了 得了幾分得了幾分 我都可以明白理解 因為我知道你們做了什麼 但是當時是陳貝醫生 實在是太失望了 如果你是醫生的領袖 敢對議會的事 代表醫生的話 對不起 醫生們 你們考慮一下 我應該怎麼處理 那是失禮醫學界 主席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實在說太久 也都因為忍了太久 我希望很快地說完 就不需要浪費時間 主席 為什麼我們 容許我少少說 因為很多同事都說 因為不想有一個 修改議事規則 令到我們 沒有了拉布空間 沒有了言論自由 沒有了監察政府的能力 正正就是由於我們現在的策略 很多同事是這樣的做法 令到我們沒有了監察政府的時間和能力 很多想說的話 真是關乎 看完文件之後 真是和文件有關的 知道在說什麼的議員 都不敢出聲了 不想出聲了 免得再浪費時間 再拉布下去 而政府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浪費時間 互相殘殺 為了拉布 互相攻防 為了修改議事規則 互相去打仗 根本我們沒有心 也沒有能力 沒有機會 真正做我們議員的事 所以你們不要騙市民 說你們要收到議事規則之後 沒有了機會 沒有了時間 沒有了能力 去監察政府 如果用你們現在的方法 去監察政府 浪費氣了 收檔了 根本政府完全不會不怕你們 你們只是在騙市民 沒有了言論自由 沒有什麼空間發展 沒有什麼監察能力 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因為你們把你的拉布 已經將所有有意義的辯論 所謂Floot out 推走了 沒有得做了 所以一顆米在微挑那麼久 有什麼監察政府的時間可能 所以主席 我希望我馬上會坐下 我希望我們盡快 在市民明白到 我們做的有苦心 我們不會減低 我們監察市府的機會 做時間 我們只是增加個效率 感謝主席